大家好,我是王狗 现在疫情期间在台湾 也因为三级警戒 有非常多的人都没有办法出门 甚至有的人呢 还因为被迫得搬离原本的地方 待在家的时间这么的长 想必也可能会有很多大大小小故事 那我今天呢 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蛮有趣关于租屋的鬼故事 这一个月因为疫情的缘故 房东需要把房子收回 所以我跟女朋友得一同寻找新的住所 结果很幸运的遇到好房东 他用很便宜的价格 在木杂那边租给了我们一间 公寓大楼的六楼采光很好 窗户对面放眼望过去 就是那种很漂亮的树林 整层有50坪 隔成两户 都是同一个房东的 我跟女友住在其中一户 而另外一户呢 就在我们隔壁 是出租给别人的 在我们搬家的那一天 我租了两台货卡 跟女友两个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把所有的家当 全部搬进新家里 我们这样弄一弄 就到了晚上11点多 好不容易可以坐在客厅歇一会儿 而女朋友也跑去厨房煮宵夜的时候 隔壁邻居 那边突然就传来了 小孩子洗脑的声音 女友就问我说 诶我们隔壁内户是住小家庭吗 我回想前几天来跟房东签约的时候 有跟隔壁内户人家小聊过 嗯应该是哦 我有遇到隔壁有一对夫妻 好像30多岁姓陈 但其实当下我有点小生气 因为女友是坐国际线的导游 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家 我怕隔壁这样会打扰到她的作息 过了几天 女友出国带团了 只有我在家看影集 我又突然听到隔壁小朋友 嘻嘻笑笑着跑来跑去 都已经晚上一点多了 隔壁的小孩怎么还在玩啊 而且越玩精神越好 当时我心想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明天一定要去跟他们讲一下 到了隔天 早上我要出门上班的时候 刚好隔壁的陈先生也一起要出门 我就开了电厅等他一起坐 我们互相点了个头 我看他的脸色挺古怪的 正当我要开口的时候 他就先问我了 鸣先生啊 你昨天很晚睡啊 看起来精神不太好 他问你的口气好像蛮故意的 听得我火气有点上来 我瞪了他一眼说 当然啦 电梯门开了 我挥了个手就先往外大步离去 虽然他们的小孩晚上真的很吵 但是毕竟我还要在这酒居 我才几分钟之后就后悔 自己怎么不能圆滑一点 当天晚上我约了个同事回来喝点酒 才喝没几罐 又听到隔壁小孩开始玩闹 你听一听 我这几天就是被隔壁小孩吵得快要不能睡觉 你不觉得几点了很夸张吗 同事走到墙边说 对啊你这里隔音也太差了吧 你晚上还有没有听到什么刺激的声音啊 你不会自己听哦 我笑笑的回答他 同事A索性的把耳朵贴到墙壁上 哎你把电视关小声一点 我听听看他们在干嘛 所以我拿遥控器把电视的音量转效 同时间也还听到那个小鬼继续在跑来跑去 哎那个小孩也太夸张了吧 一直跑一直跑 不用休息吗 而且他还边跑边笑 他到底是在爽什么啊 突然同事A的笑容不见 眼睛直视前方头慢慢离开了墙壁 干嘛你是看到鬼哦 看到同事A这样 不知怎么了 我觉得特别的好笑 但同事A还是不说话 脸慢慢的朝向我 我看他的脸越来越苍白 我有点急了 透过去问 哎 到底是怎样 你到底听到什么啦 同事A说 我我 我听到 他在跑步 我也有听到啊 啊不就跑步而已吗 你干嘛这么惶恐啊 呃 因为 他朝我跑过来 同事A往后指了地板 接着说 我听到他 从那边跑跑跑 然后 接着同事A的手 慢慢的往墙上指 然后 他就往 墙壁这边跑过来 蛤 我说 他从我耳边跑过 你听不懂吗 他从那边地板这样跑跑跑跑跑 然后就踏到墙壁 跑到另外一边 我听到他脚踩在我的耳朵旁边 我的同事 他坐在沙发上 手握着头 一直在按摩自己的太阳穴 哎 好了啦 我觉得你应该是听错了啦 身为住户的我 便安慰着同事 当然 同事也希望 他真的听错了 后来我们喝酒结束 同事离开前 还突然拍了我的肩膀 跟我说 我 确定我没有听错 当时我看着他 鼻子吐了一口气 缓缓地点了头 反正我想说 跟你讲一下 你的太太不在 他去买东西啦 他是我女朋友啦 我们还没结婚 你太太 我好像比较少看到他 他也不是我太太 他是我女朋友 他是做导游的 所以常常不在台湾 导游不错 你比较辛苦 还要照顾小孩 小朋友还在睡吧 你们家小孩 不是精神都不错 我看他都蛮晚睡的 不对啊 我 我没有小孩 突然之间 我有个不好的念头闪过 陈先生 你也没有小孩 对不对 陈先生摇一摇头 这时候我们的表情都很难看 因为我们想的事情都一样 天天被隔壁家的小孩吵 他们却也说他们家没有小孩 那会不会是楼上的声音啊 也许结构的问题 声音会传到我们这里的墙壁 我先发生 提出了我的疑问 陈先生说 不可能啊 其实我跟我女朋友 都贴着墙听过 声音确实是从人家传出来的啊 这样吧 不如我们先来确认 是不是楼上或楼下传来的声音 我们先看看我们中间这堵墙 的厚度多厚 如果是钢梁的话 那回音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所以我们都回头往家里走 同时测量这堵墙 到底是什么材质的 我回头往家里走 脑中的想法越来越古怪 思绪也越来越乱 嘖 不对 我才搬进来没几天 怎么这么睡啊 走到窗户的我 头往窗外一探 同时我看到陈先生也把头往窗外看 这时候 我们两人的脸色 都难看到了几点 因为我们两个人中间 有个了一扇窗户 有一个房间 在我们两家的中间 当时我心想 我要赶快打给房东 告诉他 我发现了这个异状 问清楚 那间房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电话响了很久 房东依然不接电话 于是我跟陈先生讨论 我们想要从这栋房子的远方 一起望眼镜看看 那个房间里 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约了一个 玩望眼镜的朋友 他叫做老张 我们一起到这栋公寓大楼的对面山上 想要一探究竟 欸 到了没啊 我们看个窗户 也爬得太高了吧 不过就是要看一下你的家吗 有必要爬那么高吗 没有亲身经历这件事老张 漫不经心的说着 快到快到快到 就前面那棵树 在那边应该就可以看到那个房间了 好好好就这里就这里就这里 我指示的老张跟他说 我们停在这里 于是老张把望眼镜从箱子里拿出来 开始在装架 我跟邻居陈先生互看了一眼 不知道这样子做 算不算违法偷窥 但我们看着老张 开始在调望眼镜的焦距了 他嘴巴问着 欸你们是几楼啊 我来看我来看 我跟陈先生同时说六楼 老张说 嗯我看看啊 六楼 有有有有有有 我看到了很清楚很清楚 我跟陈先生异口同声的问老张 你有看到什么吗 老张说 有有有有有有 陈先生你是刚搬进来吼 你家看起来没有什么家具 而且 你的小孩知道我们在这 他站在窗户边盯着我们看 听到这边的人 想必也知道 我退租了 而后来 我也透过房东得知 原本是有三户的 中间这一户是住给一个酒店小姐 而某一次 他小孩在房间里置个玩的时候 不小心把瓦斯打开 造成火灾 小孩就在房间里睡着走了 之后这个公寓怎么租 都会被房客退租说 那个小房间时不时会有小男生出现 找你来玩游戏 最后房东心意恒就把中间这一户打掉 好时不时 那间房间正好有这栋建筑的结构 没有办法打掉 所以这个小房间 房东就只能永远把他隔离起来 眼不见为尽 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不太好 但不幸中的大心事 至少房东还有退我房租呢 大好又是我们后期改革的时间了 台湾很多闹鬼废墟 不都是因为出过事而产生的吗 可是随着我现在越来越长出去探紧 很多地方的废墟都已经渐渐的拆除 甚至是改建了 尤其随着未来的高度开发 每一块地 政府与建商应该都会去重视 像之前我去北京上海 发现那里之前的很多传说的中文废墟 也都已经找不到 虽然未来可能会面临这种废墟越来越少的状况 但是同时也希望能够像土地一样 把一些具有文化利益 或者是非常有时代背景 比如说类似民凶鬼屋 像古迹一样被保留下来 毕竟文化就是这样子 从历史连续传承下来的嘛 我们应该要给我们未来下一代 也有这些另类的知识与教育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足够包容多元的社会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地学习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喜欢 谢谢老师王狗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